这么猛 青青巅峰赛撞车一诺 被一诺吃分 这一局青青拿出马钞 说必须要CE吧 选英雄的时候 一楼和二楼都要打野 都想打野的话 当然比的就是谁的分高 有没有国标了 这样看来 二楼的分要比一楼高 而且还是国府芈月 一楼补了的东皇 给我抢马钞 我来 我来西 选完英雄 双方阵容如上 对面公孙黎就是一诺 这局东皇遭到了队友 一万个嫌弃 到底怎么回事 进入游戏 被献老夫子拉扯抢献 我可点错了 现在都 青青抢完献往中路靠 这个时候 东皇太医跑到上路 送给一诺一个人头 这时 李元芳说 你别来送啊 东皇太医 也是有脾气的人 将近两分钟 东皇太医 交了第二个人头 青青和芈月都赶到了 才击杀了钟馗 但是 芈月被留了 这边还是亏 三分钟 上路打了起来 一诺再拿一个人头 轻轻吃完中线 马上赶到上路 轻轻松松两个人头到手 四分半 蓝灵王现身 东皇太医反应慢了点 东皇太医作为补卫的英雄 和一个专业玩辅助的肯定抵不了 当然 青青也是耐心的 教他怎么玩 而不是去嘲讽 都是爱听好话的 越是应激 反而越糟糕 东皇你敢咬一点呀 东皇你谁都可以咬到 接着的一波 东皇咬到了西施 这边才打了一波漂亮的团战 东皇还受到了青青的表扬 这不就咬得很棒吗 棒棒棒 就这么咬得很棒 七分半的时候 中了西施的埋伏 这个英雄 真是恶心到了青青 西施 腰的真恶心 英的屁头玩这种英雄 英死了 服了 你让哥逮到你 九分钟的时候 芈月和老夫子solo 老夫子仓皇而逃 青青刚要去收割 半路杀出来个蓝灵王 那只能一命换一命了 西施躲在后面就安全了吗 你忘了刚才 怎么对待马子哥吗 说了别让你哥逮到你 就是要下死手 说了别让你哥逮到你 此时 一诺赶来收割了 看看经济面板 一诺经济超了 青青两千了 也就是一个大剑装备 接着 东皇太医被勾了 大招 都没有放出来被秒了 队友也是对东皇一脸嫌弃 这个时候一诺已经杀疯了 我吃阿丽 阿丽阿丽死得漂亮 能赢的能赢的 阿丽这一次说实话 真的有机会 这把团单拒难倒 阿丽还有肚子强 靠一心任务的比较是 我难用 我切阿丽本来就难切 12分钟 上路清线 被老夫子捆到 极限拉扯保住一命 刚回家补满状态 聚守高地 就被西施拉了过来 我心太崩了 这两个 哇 这西施玩得我恨 我心这西施就 就我心 我心 我心 哇 这西施玩得很好 玩得很贱 西施 剩下四个队友 也是无能为力 根本守不住 被一拨了 帮了帮了 再也不可能看到 这英雄 什么天命呀 这种英雄 无语 这无语 这么 很宁 창 给我 稀 这个 小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